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信用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時候也行不行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是太陽獅子座 到農曆七月做事麻煩 拜託不要那麼衝動 那當然不只是農曆七月 才叫你們做事不要衝動 是平時都勸你們做事不要那麼衝動 因為我認識的獅子的人 其實做事只有一股蠻敬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大頭蝦 或者是東西冷是快冷是急 就會出了很多意外和遺憾 尤其是今個月 如果有一些很親密的關係 尤其是感情 如果這些關係 還是你覺得不是那麼衝動 正所謂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 那你是不是很快需要去捨棄這段關係 其實不需要 有時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不是保持這個關係 或是完全跟別人絕交 分手離婚 不需要極端恐怖 我假設跟伴侶 現在相處愈來愈呼噪罰悶 沒有當初的激情 其實不需要那麼快就 罵分手和絕交 老死不相往來 不需要那麼恐怖 你們可以冷靜一下 雖然有些人很討厭聽到這個詞 你不要拖我 要不就分手 要不就跟我繼續 不要說所謂的冷靜一下 但是你不要管對方的反應 總之我現在正在給你們提示 那你就跟他們說冷靜一下 大家不如各自忙一個月左右 不要見 去反思一下 其實對這個關係 還會有什麼追求 OK 又可以類似維持住這個關係 但是又可以維持一個距離 那你說是否一件好事 OK 又或者再罕些 OK 聽到會令人更生氣 就說不如我們做朋友 當然 對方肯不肯跟你做朋友 未必 但是 起碼你可以給自己一個退路 OK 我現在就是教你 今個農曆七月 麻煩你 有什麼不滿足的關係 不要這麼快走上去絕路 死路一條 OK 你都給自己一個後退之身 對 正所謂退一步海闊天空 那你就 維持住這個關係 但是又保持一個距離 OK 這個是最大我需要給你的感浪 剛剛那個關係 是囊括 你人生範疇裡面 任何 你跟他很近的人 OK 包括朋友 包括夫妻 包括男女朋友 包括 我不知道 OK 然後現在說 第二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 就是 你們最近 在 工作事業上 會不會有一些很大的突破 而這個最近 未必是農曆七月才發生的 可以 例如農曆六月 中 六月尾 你這樣發生的 OK 那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當作創業 轉行 轉工 升職 OK 有這些事情 如果有的話 頭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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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頭痕 為什麼呢 因為你接下來 會和你的合作夥伴 如果 操作你是創業的話 OK 又或者是和你的老闆 你的頂頭上司 如果你是受顧的話 哇 你們會打大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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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看不上超 唉 那 又是一些人際關係的問題 所以呢 我今天第一個訊息 給你們的提示 其實在這裏 都是可以應用得到的 為什麼呢 喂 畢竟你這個工作上的突破 是發生了不久 OK 甚至我當可能是泥感會發生 可能就是這個 農曆七月 先會去創業 先會去升職 OK 然後很快就會 吵架 OK 但是 對 很明顯這個關係 不會是100%開心 但是你 需要不需要走到一個極端 就說 哎呀 那我們拆火了 OK 或者我屁股不幹了 需要不需要這樣呢 不需要的 OK 再次 夥伴與夥伴之間 大家就冷靜 我們不聊天一個星期了 我們之後再慢慢去聊 發生什麼事 讓大家過早到火氣先 OK 還有 難得 這麼辛苦才升職 或者 搞完這麼多面試 才轉到公司 轉到行 這些事情要很煩的 很大的決心 然後如果你現在這麼衝動 一下子就說 哎呀不跟你玩了 我們拜拜了 那你是不是浪費了 在之前的一口心血 那所以 如果你 去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 和一些人有不開心的話 當然 冷靜一點 甚至如果你 你不怕 可能是沒有面子的話 我當 即如果我當你升職完職 你有些事情處理不了 然後你的老闆 就不斷在那裡轟炸你 你說哎 那不如 我暫時還是先退下火線先了 我暫時退下來先了 做回我以前做的事情了 OK 或者我暫時休假先了 但是當然 我知道這些事情背後 將來人都會去說你 會笑你 是不是 但是 因為我想你保佑一條去路 OK 所以拜託不要太過自尊心用事 是 尊嚴其實有時候 不是這麼值錢的 因為 當然 你很瀟灑地離開這些關係 你會覺得自己很有面子 但是其實你變了一條水雨 OK 那 明天祝你們好運了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b Igb Youtube 都記得要按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真的有尖星師會跟星象去做 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